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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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Haha 而今天來為大家介紹上一期有講過 看起來很可愛的角色 順努玉的女兒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他第一個技能 換個造型 這個可愛多了吧對不對 第一個技能 初出台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下 我可以棄置一張 裝備牌 裝備牌 就是刀阿 馬阿 防具阿 都算 那或是 獲得場上的一個防具牌 就是人王盾阿 八卦陣阿 騰甲那種的 那我這回合就不能出殺了 不過我拿到一些防禦的卡片 嗯 還不錯 其實還不錯 那第二個 人呢 因為他的角色開始的時候 我可以對他 他如果 我啦 我在他的攻擊範圍之間的話 我可以丟一張牌 那他就會獲得止息 他如果這回合 他只能出X張牌 這個X是什麼 就是他的體力 他如果散離血 那他就只能出三張牌 那如果他其中一張是解囊牌的話 他使用解囊牌的話 那就會強制結束喔 強制結束 喔 很強欸 真的很強 那如果你以此法 棄制的牌不是殺 如果是我啦 他說我 如果我用這個方法 棄的牌不是殺 或是黑色的解囊牌 那我的話 本回合就會跟那個人的距離是1 要氣殺 不然他有可能會殺到我 後面這句道還好 我們等我玩就知道 S 愛妹妹 好 妹妹出發 其實妹妹都很強 山國山這個遊戲裡面的女角 其實都還蠻強 還不錯 那我是反賊 而且我是二號位 要怎麼針對這隻角色嗎? 要怎麼針對這隻角色 就是跟你講 緊張牌要留在最後一張打 暗神打一張 那我這邊是完全 counter這個元少 我直接對他止息的話 他沒有辦法 他是沒有辦法直接 一隻放劍的 防止這個元少犯劍 防止元少犯劍 弄死他 妹妹 他換一些閃 有點強 他應該會綁這個人吧 這裡有這種組合 直接就亮身份出來了 因為我是 counter他的 我會直接亮身份出來 他沒有辦法放到底 那他會直接強制結束這回合 他放一張無邪可擊的話 我這邊就直接 直接是閃了 我還可以換他一張牌出來 這個組合會不會太 太強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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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很像反賊 這也是 這兩個人很像都是反賊 他會給自己吧 這邊是直接要跟這個組合幹到底了 沒辦法 因為我們已經亮身份出來了 跟他幹到底的話 沒有辦法 妙啊 這樣是直接打在身上 只能這樣 只能拚了 因為我們是二號位 他會不會把我直接燒掉 我也不知道 這個人是反賊 那很明顯的 這三個人 目前我們先判定 他們是另外一邊的人 這遊戲就分兩邊 前期就是分兩邊而已 那間那個 那個都是主攻的事情 他們那邊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分兩邊 反賊來看的話就分兩邊 這個人是直接開大絕了 大家有看到嗎 他扣3滴血了 這個袁紹是扣3滴血 大絕燒起來 還有沒有人要救他 nice nice 好這個曹瑞是選擇救他 因為他現在已經脫管了 用電腦 曹瑞有可能救 曹瑞也是直接決鬥 我們判定說曹瑞是 那一間 他玩不下去了 就直接決鬥他 那也玩太不想玩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 如果你要確定自己強不強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最後的時候 點自己的頭像 看一下身份 看一下身份 那我們猜的有沒有對 曹瑞我們可能猜錯了 他是忠誠 他只是不想玩而已 那我們猜對的地方就是 反賊4個都猜對了 那剩下4個 理所當然就是我們的敵人 感覺很明顯的 那就是2號打得很好 6分鐘就結束了一場比賽 我跟你講 快去買 美眉 強的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 雖然有點短 我刷個片數吧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然後下面留言 寫下你們想要看的角色 那我來幫你們介紹 掰掰 好看 讚